哈喽各位我是Kuma 春节在家大家都有好好打枪吗 那么今天就来继续聊聊上回提到的炼枪地图吧 BV瞄准地图2.0 在创印攻防就可以搜索到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张地图里的彩蛋 然后还有就是个人的速通吧 如果你在第一关观察的比较仔细的话 就会发现在观察室里的两个人 你会发现他们十二正常十二狂躁 以及按下这个按钮 你还能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噪音 在第二关的培养舱中 你还可以看到变异的小鸡 以及一些未孵化的蛋 而当之后你再次来到第二关 变异的鸡蛋就可能孵化了 再联想到第一关 观察室中的人变得狂躁 也许就是因为被囚禁隔离 实验之后带来了影响吧 在第三关的杀印关卡中 如果你仔细看左侧之下出不去的门 你可能就会发现 有只丧尸闪现在门后 即使只是一片刻 而当我第一次注意到这时 也是冒了点冷汗 原来这张地图还有那么多的故事啊 联想到一开始的监狱 并且注意到我们可能是从中逃出来的 那么这段故事就可以衔接起来了 我们是被囚禁的犯人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就可能会被抓走做人体实验 实验室里的丧尸尸体 以及变异的小鸡 和观察室里奇怪的人 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而通过这样的故事背景 给人营造出 你得在这段计时之中 跑得更快的氛围 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啊 唉 这名作者也是有心啦 如果你想要在这张地图中 更快的通关呢 这也意味着 你需要掌握更熟练的集体 以至于你在任何时候 任何姿态下 都可以第一时间停下来 直接击杀目标 所以这张地图呢 对你的集体的练习 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相较于AIM Challenge 1.0 作者有心做了这些彩蛋和故事 让地图变得更加有趣 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 之后可能会来的3.0 会不会有更有趣的内容呢 这些彩蛋和故事 那么最后感谢BV电竞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希望各位的枪可以变得更刚啦